来 那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录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后续的处理要怎么做 我要后制啊 要处理的话要怎么办 好 来老师看一下这个下拉箭头 好 我们先看预览 预览 好 刚才我们所录的这一个画面呢 就是最后最后学生看到的样子 OK 学生看到是这个样子 我先暂停 好 然后这个画面呢 跟软体的功能是这样搭的 好 如果呢 我想要改变旁边这一块的章节的那种 工具在编辑讲解 先不要拍 因为还没完 好 再来第二个 如果我想要改变的是旁边这一个Evercam的图 这里的图片老师可以放您的照片 这边可以放照片或放logo 就不一定要录影哦 好 这一块你不放的话就变Evercam哦 所以你还是要放一下 好 来 这一块的话呢 则是在设定 在设定里面 OK 还有不要拍 再来第三块 左上角的课程名称 课程名称的话 我自己都会加老师的联络方式 就是我的Email我会摆上去 或是哪个老师录的 这样如果我们封面也没有放 或是学生看到后面 这里还可以找到老师的mail比较方便 那这个地方的设定是在档案里头的摘要资讯 好 就这样绿色 对颜色对颜色 这整块就是这些功能 好 颜色对颜色 可以吗 好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左上跟右上那两块先解决 它会比较简单 好 如果我有照片 我想要把Averkent的logo换掉 换成我的课程的照片 或是学校的logo 好 我们怎么办 那我先关掉它 我们到下拉选择设定 设定 好 点进来 进来的时候呢 左侧这一区 因为我先来把Weberkent是开着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老师的影像 我把它关掉 录讲示一下关掉 好 关掉这次变成是照片了 请在这一张照片上头 快按两下 1 2 好 这时候我们用内建的图片好不好 老师放吴伟雄 好 开启就导 好 打开之后 它会跟你说解析度最好是160乘120 4比3 照片最好是4比3的比例 好 确定 它就摆进来了 摆进来之后您就确定储存 好 存起来之后 当您在预览课程的时候 只要是没 就是右上角这一块 通通都是这一只熊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然后这里曾经有老师问过我 说我可不可以前十段是一个老师的照片 十到二十段可能另外一个老师的照片 做不到 它就是一个从头到尾 所以如果你们是有那种活动 是把两个讲师的课程集结在一个课程里面 你请这两个老师合拍一张 就是两个人都出现不然就合成放在一起 OK 知道吗 它就是只能够从头到尾同一张就是 好 再注意一下 好 再来第二个 左上角课程的部分哦 课程的部分我们放在档案的摘要资讯 档案的摘要资讯 来 点进来 点进来中这里啊 是不是你的课程 所以你可以打你的课程名称 好 通常建议老师一定要打 老师的资料一定要打 所以这边是我的讲师名称 然后我自己还会空一个打我的联络方式 例如说我的 没有假设好 来 它这边是有标题作者这些栏位 这些栏位都不用打了啦 就是老师跟课程这样就好了 好 可是我会建议各位哦 作者不要打在作者栏 什么意思啊 来 我先按确定你就知道了 储存哦 好 当我们在观看的时候来预览 你会发现老师教课教得这么辛苦 人名这么小一个 超级没有礼貌的 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我要把我的脸 把我的名字放大 所以哦 所以哦 我死都不会把我的资料打在那 好 回到摘要资讯 怎么做 剪下来 放上面 它就只有这一排是最大的 我就会在课程后面空一格 贴上我的资料 这样董老师的意思吗 来再看一次 储存 来老师看一下 当你在预览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这样心情比较好 对 所以我一定会要求老师们 都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大 这是你的课 你花那么多时间录的 你就是要把你的名字放大一点 老师这样OK吧 好 所以这个部分知道一下 左跟右这两个区块有没有问题 来 你们改一下 把你的照片换一换 那个名字换一换 照片用那个图片里面预设的就好了 里面有一个预设的照片 你能用三个字换一样的照片 然后你把照片 Maßnahmen满猪 自然的照片来是一个安全的照片